今天给您说的这个事发生在一家医院里 生活中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和医院打交道的 如果生病住了院 身边自然是少不了陪护了 这陪护的人一般都是自个儿的家属或者是亲友 但是刚才这位护士碰到的情况却让他很不可思议 一个陌生人竟然躺在了一个病人的床边 而他既不是这位病号的家属也不是请来的护工 甚至整个病房的人都不认识他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他为什么要躺在别人的旁边 而护士在看了医院的监控录像之后 更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可疑怪异 2011年12月14号晚上的试点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走廊里 监控摄像头记录下了这样一段画面 画面中的那名单子站在走廊里 身穿黑衣始终低着头 不敢直视面前的护士 并且慌乱中往自己的脸上缠过着什么东西 把监控画面放大之后 人们终于看清楚了 他往脸上缠的是什么东西 深夜的医院里寂静的走廊中 这名行为怪异的男子为何在护士靠近的时候突然做出这样的举动来 他的脸到底怎么了 我们把监控录像放大再放大 倒回到他开始包裹自己脸之前的一瞬间 我们再仔细的看一看 您注意到了吗 在放大回放的时候 那名男子虽然是侧对着摄像头 但是他的右侧面孔似乎有些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把摄像头再度推进 并且把它调慢播放的速度 看看这张脸到底怎么了 看到了 这人的右侧脸颊一片红肿 而且在右眉右眼的眉骨上方还有着明显的伤痕 似乎还在流血 而这名男子慌里慌张的包裹自己的脸 很明显 他就是为了不让别人看清自己的面部 这的确很奇怪 一个年轻的大小伙子脸上受了那么点伤 而且还是在医院里头 有必要遮遮掩掩的吗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他所怕的并不是怕别人看到他面部上的伤 而是自己的整张面孔 他不想让人认出他来 在医院看到这个奇怪的病人 护士们也觉得很紧张 这个时候 他们突然想起武汉正在全城通缉的一名凶犯 动摇动摇动摇 雄鼠大道 请求资源 请求资源 不 201年12月1号晚上19点 湖北省武汉市城区充斥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 全市各处的请车 120救护车 消防官兵都在往一个地方赶 雄鼠大道 当晚18点50分左右 位于雄鼠大道上的一家银行门口 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像发地震一样的那种感觉 就像一个打雷的那种声音 啵的一声巨响 直到外面 哼 响一心 就是今天很响了一声 我们现在有只空气的轮胎也爆炸了 就是当时就 像当时天都昏了 什么都看见 爆炸后的雄鼠大道一片狼藉 救护车 消防车和警车随后赶到石马县 这银行慢慢的落下来了以后 看到对面那个银行的那个银 给垮下来了 就是那个区 区别县 那个两个那个水汽站 出市现场的一家银行铁铁 已经严重重贵 门口的地面上被炸出一个直径 大约有一米的深口 而现场无辜群众 两死十五伤 真差了 满多人都躺在地上 银行这玻璃全部炸碎了 然后炸伤了几个人 炸死了几个人 都是血争炸死了 警方通过现场勘查发现 这一起爆炸绝非意味 因为从现场的残留物来分析判断 只有人在银行门口 安置了自制的化学炸药 并遥控引爆 发生在武汉闹市区的这起爆炸案 威力惊人 爆炸过后的现场是一片狼藉 警方根据现场勘查确定 这起爆炸案是有人故意实施的 究竟是什么人实施了这起爆炸案呢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事发之后 警方立即调取了案发当天的监控录像 这里就是案发银行的门口 上午九点 银行门口一切正常 就在此时 一个人进入了画面 在画面的右下角 银行门口路边的大树马 突然冒出一个人影 看动作 这个人好像在整理两个 放在树边的灰色口袋 通过监控录像 只能模糊看到这个人的上半身 这名男子 戴着一个白色的摩托车头盔 此人的行迹看起来非常可疑 他来来回回在银行门前 出现了好几次 好像是在观察着什么 警方随后又调取了周围路口的监控录像 并仔细查看了 这名头戴头盔男子 在爆炸前后的情绪 在早晨的8点 一辆白色的摩托车驶入了监控局 而前方不远处 就是发生爆炸的那家银行 而在晚上的19点10分 爆炸案刚刚发生后不久 那名戴着头盔的男子 骑着白色的摩托车驶离了现场 当警方把两组画面解决一对时 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 摩托车踏板上曾经堆放的灰色物品不见了 警方初步分析 这名白色头盔男子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在他摩托车踏板处所放的那两个灰色袋子里面 很有可能装的就是爆炸物 那么这个人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警方随后把监控录像又调回到案发前几分钟 晚上的18点50分 此时银行已经停业 这个时候正是运钞车搬运现金的时间 警方推断 这名罪犯的目的就是要炸毁运钞车并实施抢劫 然而也许让歹徒没想到 巨大的爆炸力并没有撼动运钞车 歹徒一直无法下手 只好离开 然而周围的行人却在爆炸中倒在了血泊中 通过对监控录像的分析 那名戴着白色摩托车头盔的男子 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警方迅速刊发了一张通缉令 将白色头盔男锁定为头号的犯罪嫌疑人 同时将视频监控的一同发布到了网上 希望市民能够积极的提供线索 第二天 警方根据调查的结果和群众的举报线索 出去了第二张更为具体的通缉令 通缉犯罪嫌疑人王海健 男二字 湖北省早阳市人 身高1米2至1米7之间 体态中的 此人系121特大爆炸案 主要嫌疑人 极度危险 请大家严密注意 这张通缉令迅速出现在武汉市的大大小小的医院 学校 酒店等人口密集的场所 同时警方还悬赏10万元缉拿凶手 但是通缉令发出之后 一连几天都没有歹徒的一点线索 在案发后的第14天 也就是12月14号的晚上 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里就出现了那名奇怪的病人 他躲躲闪闪 不时的遮挡着自己的脸部 这个举动自然引起了医护人员的注意和怀疑 那么在医院里出现的那名神秘男子 到底是不是121爆炸案中的犯罪嫌疑人王海健呢 从通缉令及案发时监控录像的比对来看 不难发现其中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 一身高 通缉令说 王海健的身高大约在1米65至1米7之间 而在医院监控当中出现的那名男子 与护士相比身高相差无几 恰好在1米65至1米7之间 在真一点上十分的温和 二 连累 通缉令中王海健现年24岁 而医院监控当中的那名男子 也是一个岁数不大的年轻人 三 走路自死 从爆炸案现场的监控录像中 我们可以看到男子的走路姿态明显向左侧倾斜 而在医院的监控中 那名男子的左腿似乎也有些问题 从发现的这些相似点来看 这名夜间徘徊在医院的男子 很可能就是121爆炸案的犯罪嫌人 那么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医院里 难道在那期他亲手制造的爆炸案中 他也受了伤 我们能否从医院的监控视频中找到答案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他在医院里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呢 这是眼科病房的监控录像 当晚21点55分时 这名神秘的黑衣男子正躺在一张陪护衣裳 显然这并不是他所在的病房 两分钟后 病房内进来一位老人 他注意到了那名男子 当老人上庭询问时 黑衣男子起身就跑 这名男子的怪异举 让老人觉得不对 随后他来到护士站 找到了当晚值班护士张丽萍 反映了这一情况 然后就到护士站来 跟我说 他病床上面 就是说旁边的陪护椅上 多了一个陌生人 他也不认识 就说他问了一下隔壁床的人 就是问是不是他们的家属 应该都否认了 于是他觉得 就说不好 就一个陌生睡在这旁边 就请我过去 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 护士张丽萍离开了护士站 但是没走多远 就在医院的走廊中 遇到了那名黑衣男子 因为当我一看到他的时候 他的眼角上面 还是就说有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 然后我就问 我肯定就是说 第一番就是说 第一番就是说 你怎么在这里是谁 之类的 是吧 然后我看他也确实 蛮需要帮助的 我就说 要不我帮你先看一下 然后他就自己顺势 就从口袋里面抛出了一张 为什么就说 不用了 你就是我自己沾吧 他就自己就把那块贴了 贴的到处 他手上居然还带了那个透明胶带 然后自己在那里胡乱的沾 就是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接触 面对护士的询问 那名男子一句话没说 转身就跑 看着该男子怪异的举动 张丽萍也觉得这个人很不对劲 他突然间想起了那张通缉 当时他给我的印象 真的还算是很深刻的那种 因为我也是想 他走了之后 我想了想 这人怎么这么奇怪 后来就是说 就是说看了一下那个照片 就发现他跟我 就是说当天晚上 前天晚上看到了那个 那个犯罪行人那个样子 就是觉得长得很像 然后我就完整地把那张通缉 看完 然后看了一下那个信息 就是说左眼 左眼上皮有那个伤口 然后眼睛做过手术 再就是脸上有爆炸伤后的 我引流的那些伤痕 此时的护士张丽萍已经意识到了 刚才自己所接触的那个神秘的男子 很可能就是通缉令上的犯罪闲人王海贱 那么在爆炸案发生14天后 他来医院究竟干什么 是疗伤还是有其他的险恶用心呢 从男子躺在病房的陪护里 到从走廊中逃 在整个过程中 细心的张丽萍还发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 那就是在匿名男子的时候 有一个黑色的背包始终没有离开过他 在病房的时候的话 他那个黑色的背包的话 就是装一炸弹的黑色的背包 他是一直都是随身背着的 只要那时候是随身懈戴的那样 在那个黑色的背包里 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 他为什么一直不明显 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啊 对不对 当我知道了之后 才发现这件事情是多么一个严重的 一个严重的事情 一想到炸弹 张丽萍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暗 因为就在警方通缉令发出的第二天 犯队嫌人王海贱 非常嚣张的公然在网上发表了一条 耸人听闻的信息 神诞节吧 就好像是神诞节 他自己在外面扬言 说他说那个 神诞节他还要 要准备第二次爆炸 眼前的黑衣男子到底是不是王海贱 张丽萍一时还无法确定 如果不是 只是虚惊一场的话 那最好了 可如果真的是的话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因为这个人已经公开的宣称要实施第二次爆炸 而此时距离平安夜还有十天的时间 如果真的是王海贱带着炸弹来到了医院 那么他来医院恐怕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在医院里安放好炸弹 等待时机最后把他引爆了 实现他疯狂的承诺 当然这一切还仅仅只是这名护士的猜测 还无法确定 但是他不敢大意 他立即找到了护士长陈礼宾 把这个可疑的情况告诉了他 张丽萍告诉我 他发现护士站放的那个通缉令上的那个照片 上面的那个通缉嫌疑人 他曾经见过 听说医院里发现了与通缉犯长相极相似的男子 护士长陈礼宾赶紧带着张丽萍寄罗总监控室 开始核对那名男子的身份 就是说究竟那个人 我看到了是不是同一个人 就多少几个人辨认一下的话 确认消息之后才能够上报 才能够说给警方啊 给我们医院保安局啊 提供就说有利的线索 我们怕我们说的话就说 自己看 看错了啊 也有这种可能是吧 就是我们两个就到监控室去确认 走了一两个小时 就把那块画面找出来了 很快 神秘男子与张丽萍的对话过程 再次出现在了惊喜画面 一看了陆星宾的名男子 护士长陈礼宾 马上说 这个人看上去 非常眼熟 我看到了他的那个 他的样子 虽然当时他戴着口罩 然后眼睛右眼蒙着纱布 但是 我还是能辨别说是他 他就是六月份 在我们这里自院的一个病人 他是杨芳 六个月前 这名自称杨芳的患者 曾经来到过这家医院 伤势与这一人基本相对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11年的六月中旬 那天是一个林晨晚上 他突然是急诊入院 当时是他祖宿司在家里维修空调的时候 空调发生意外爆炸 导致一个眼睛的眼外伤 两次炸伤都是相同的故 此时此刻 两名护士都认定 这个杨芳就是王海贱 就是121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 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 两个人不敢耽搁 立即向医院负责人做了回报 当时我们就跟科审领导 还有院领导报告这件事 他们非常关注 当时我报告了之后 保安队的队长 旁队长就立即赶到了 我们的监控室 同时那会儿我也跟110打了电话 你好 请问是110吗 同级犯出现在了医院里 并且很可能身被炸弹 很可能会在医院里再次制造一起爆炸案 有了这个分析推断之后 医院里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因为每天来医院看病的人太多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虽然医院方面已经报了警 但是在警方还没有赶到之前 总不能就这么坐着等着 必须要清楚那名男子是已经离开医院了 还是仍然待在医院的某个角落里 当务之急就是赶紧到医院的监控室里 去查找那名黑衣男子的踪迹 其实王海健其实很熟悉我们这里 每一个画面都看不到他的正面点 他都避开了 从不同的角度避开了那个摄像头 此时医院方面 在监控室里开始紧张地松懈了那名黑衣男子的心情 他出现了一点差异 当他从我们科室离开之后 他就通过二楼的连囊 就是那个唯一能通过那个连囊走向外科楼的那条路 王海健并没有离开医院 在监控录像里 人们在医院二楼连囊的位置上 再次看到了他的身影 但是几秒钟后 他又再次消失了 看到这里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他所前往的方向 正是医院的外科大楼 虽然此时已是夜间了 但是外科急诊的病人仍然 美包里确实是发达 我们觉得难以控制自己心情 非常的恐慌 非常的害怕 因为觉得如何引爆 或者怎么定 后果不开心 此时已经是晚上的十点二十分 大家的目光 紫紫地盯着外科大楼内外的所有监控画面 突然 在外科门诊书页室的监控画面中 人们再次看到了那名男子 就在大家既感到紧张兴奋的时候 一直紧紧注视着屏幕的护士长 发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情况 罪犯守住那只黑色的背包不见了 黑色背包 此时无影无踪 那个包究竟去了哪 难道说犯队闲人已经选择好了地点 将炸药安放完毕 就等着引爆吗 想到这一点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异常的紧张 他们赶紧调取了外科门诊的所有监控 进行了搜索 试图找到那个黑包的下落 画面中清晰的显示 晚上22点15分 黑男子进入了外科门诊 此时的背包还在他手上 两分钟之后 那名男子进入了门诊书页室 他依然拿着黑色的背包 在徘徊了十几秒钟后 该男子走进了书页室的角落 进入了监控的盲区 一分钟后 他再次出现了画面 随后坐在了椅子上 似乎打起了瞌睡 而此时 他随手带的那个黑色的背包却不见了 显然炸弹已经被犯罪闲人安放好了 而此时警方还没有赶到 书页室里有几个病人正在打着点击 一旦发生了爆炸 肯定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网 必须要赶紧找到那个可疑的黑色背包 此时 护士长陈里斌和护士张丽萍勇敢地站出来说 他们去找 通过书页室的监控录像可以看到 李斌和张丽萍悄悄来到每位患者的身边 俯下身子向他们说着什么 随后患者一个个离开了书页室 而此时的那名男子依然在地图休息 画面中两名护士显得异常消息 生怕有什么动静吵醒了王海杰 因为我们输业室非常大 能容认300人在那里同时 所以包括陪伴就更多了 所以当时第一步就是疏散人群 再不影响到王海杰不让他发现的情况下 慢慢地疏散人群 晚上10点22分 警方已经赶到医院 排报组通过专业仪器的检测证实 医院里确实藏有炸弹 就在医院孤立医院悄悄疏疏 书页室里人员的时候 反对闲人突然有所的察觉 当我们整个把人群基本上疏散完的时候 他有那么重 也许他有那一点紧急 瞬间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一旦他觉得自己感觉危险的话 他第一时间的举动的话 就说应该会是引爆他手上的炸弹 爆炸桩子那样子 就一下就马上就可以把那块 一为平地一个大洞子出来了 就在这危急关头 护士长沉连 突然朝着王海健走过去 他紧张的心里倒了进去 但是让人感到意外 护士长的关心似乎让王海健 稍微有些放松 而此时一直埋伏在门口的便衣警察 终于等到了抓捕的机会 我们医院的保安队的人员和行政大队 他们的干警同时出去 立即将他抓住了 所以就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犯罪嫌人王海健 终于被缉纳归案 随后排报组在输业室的柜子里 找到了那个黑色的背包 里面果然装有爆炸物 警方随后又在医院的其他地方 找到了犯罪嫌人 已经安放好的爆炸物 121特大爆炸案 宣布告破 我怕的就是说他真的会在我们这一栋楼引爆炸弹 话是说在我们医院里面 如果那天张立平没有跟我们说 如果那天他又没有在我们医院 或者我们警方没有把他抓到 我们不知道那个平安夜将是怎样度过 那个平安夜是否能平安 121特大爆炸案破破之后 警方将通缉令中悬赏的10万元奖金 送到了两名白衣天使的收入 而陈里斌和张立最后将这些奖金 全部捐给了爆炸案的受害者家属 和建议永为基金会 2012年5月14日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王海健 犯爆炸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2年6月25号 二审维持了原判 面对穷雄极恶的歹徒 两名白衣天使危难之时是挺身而出 他们说这是一个普通市民的义务 面对荣誉他们也非常的低调 他们觉得这是他们应尽的责任 危急之时 他们没有想过自身的安全 把自身推上了生死线 然而正是陈里斌和张立平的无畏无惧 才让无数的老百姓避免了伤害